中国大陆今天如果是民主投票 他们的公投题目是要不要攻打台湾 那我要告诉你那个公投一定会过 现在对于两岸开战 中国大陆的罪歌派其实就在中南海 我认为他们在想的是 当我中国经济超越你美国的时候 那么我在世界秩序当中的话语权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我不需要现在挑战你 这是基辛吉对他的评语当中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他说川普可能是不小心地 走向了一个中美竞争开展的一个局面 但是他从此改变了世界 我如果为了保住我现在的权位 我能够把亲美反中派 变成我的敌死的部队 我就稳住政权了 未来会不会卷入战争不重要 因为我现在我就有一批红卫兵都是支持我的 反对我的人通通都是中国同路人 可是我最后要讲 那谁要催生战争呢 台湾有没有人在催战 要告诉各位有 我想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题目是 谁在催生台海战争 这个其实是 我们在关心台湾未来前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而香港要告诉大家说 明年2024年的选举 为什么如此的重要 我想这两个题目大家都很关心 那最后我们两个人要对话的呢 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龙凤沛 好首先呢 我就先抛砖引玉 其实说抛砖引玉 我必须要说 因为前面有一位 我所有的网友跟我讲说 最有才的女子其实就是雷倩 所以赶在雷倩后面说话 其实是一件很大的压力 我先来说 谁在催生两岸发生战争 其实昨天有一个场景 新闻画面 如果大家回去看的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昨天呢 有赖清德副总统 他到他现在选举 然后到中部 然后去一个学校演讲大学 那大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 说两岸会发生战争吗 这是不是浮在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头最大的一个问题 两千三百万人都关心这个话题 结果这个时候呢 赖清德呢 他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他是执政者 他应该要回应这个问题 他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他就直接问这个学生说 那你觉得会开战吗 坦白说 这个回应 是一个很糟糕的逃避 因为你才是执政者 你要来告诉人民说 会不会发生战争啊 你怎么会让人民去猜 会不会发生战争 而且就一个学生来讲 当他去问副总统说 会不会发生战争的时候 难道不是他怀疑 可能会发生战争 才会问这个问题吗 我很想问 十年前谁会问这个问题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吗 二十年前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吗 没有 那为什么现在有人问 而赖清德不愿意回应呢 这个学生老其实很可爱 立刻变得滋滋污污的 现场就一片笑声这样子 然后他就很诚实的说 我很怕说错话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由的 为什么会有一个人 要表达他自己个人意见的时候 说我很怕说错话 然后他就说应该不会吧 他觉得中国大陆 应该没有准备好吧 结果呢 赖清德就说 来现场 你们赞成这位学生的人 请举手 有些人举手了 有些人没有举手 然后赖清德就立刻下一个结论 你看吧 大家都认为不会开战 所以结论就是不会开战 这是一个很滑头的一种 回答问题的方法 如果说今天2300万人 用举手的方式来决定 会不会开战 就能够真的决定 会不会有战争的话 那2300万人举个手 就解决问题了 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决定说 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其实在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就是 这件事情发生了 他对于决策者 他的核心利益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人都是自私的 没有一个人会 考虑别人的核心利益 然后来决定我该做什么 每个人想的都是 自己的核心利益 然后来决定 他下一步该做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北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美国华盛顿的 华府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而我们周边国家 日本菲律宾 韩国澳洲 他们考虑的又是什么 台湾又应该考虑什么 那么台湾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有不同的考虑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思考说 谁在催生战争这件事情 最关键的一件事 我必须先把话说在前面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所有的政治人物 所有 不管他是哪个体制出来的政治人物 请不要怀疑 他的核心利益 就是如何确保权位 除此之外 你不会找到另外的一个核心利益 表面上讲的什么 民主自由价值 其实都是他保住权位的方法 我宣传啊 我讲民主 所以呢 你们大家就要支持我 这样子呢 我的权力才能被巩固 巩固了我的权力就等于民主 巩固了我的权力就等于自由 巩固了我的权力就等于法治 这个是政治人物的 政客的一些他的说辞 所以永远要记得 政客心里头想的 永远就是我的权力如何要确保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中国大陆 我不会认为 他们有保住权力之外的核心利益 可是我们理解中国大陆的 或是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 理解我们中国苦难的历史 一百多年的苦难历史 让中国沦为次殖民地 其实比殖民地还要来得糟 那这个苦难的百年国耻 其实最后一块拼图 就是曾经被日本殖民过 而至今被中国大陆定义为 由美国所操控的台湾 那是他最后一块拼图 所以14亿人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是绝对超过百分之五十 甚至于比例更高 对他们来说 收回台湾就是核心利益 因为那个代表的是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 那代表的是 中国真的摆脱百年国耻 最后的象征 如果我们从这角度来看 有哪一个政治人物 敢殷其疯 有哪个政治人物 敢放弃这件事情 然后说 哎呀 没关系 我们就自己专心地 发展经济就好了 不会有人敢这么做 因为那就会使得 他的权威不保 所以我常常在 半开玩笑 其实那是很认真的 但是也半开玩笑的说 中国大陆今天如果是民主投票 他们的公投题目 是要不要攻打台湾 那我要告诉你 那个公投一定会过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对于两岸开战 中国大陆的最歌派 其实就在中南海 而他们当然有 他们的权威考量 因为经济发展 也是他们的核心利益 这个时候 只要他的经济 能够超越美国 也就是他收回台湾 最佳时刻点 最水到渠成的时刻点 在此之前 他做的任何动作 他都不免要付出代价 所以任何一个 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如果我能够用 不用费代价的方式 收回台湾 总比我要用打的方式 来收回台湾 其实代价小一点 所以他如果愿意 他一定会努力的 去发展他的经济 尽可能把武力 这件事情放到一边 我曾经在读了几本 就是与中国打交道的书 不管是美国的前 财政部长Polson 或者是我看到 Ray Dalio 他特别去谈 世界中的变化秩序等等 他们其实都提到 中国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评价 这件事情 是让我印象深刻的 因为不管是 这个鲍尔森 他是前高盛的董事长 然后后来当了 小布希时代的财政部长 又或者是达里尔 他们其实见到的 政治人物 多得不得了 绝对是十个手指头 都数不完的 政治人物的多 他说他们接触到的 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当中 最有历史观的 都是中国的领导人 他们不断地在历史当中 去学习教训 不是只有中国的历史 他们不断地去学 全世界的历史 这会让我想到说 其实我常在想 一次世界大战 到底是怎么爆发的 在欧洲有非常多 研究的书 在美国有非常多 研究的书 梦游者 大家如何的 一路一路的 然后借由结盟方式 然后被卷入 在座有很多 其实都比我了解得多 但是我常会感叹一件事情 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的世界强权是英国 大家用的都是英镑 那时候取而代之 可能成为挑战英国的强权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德国 而当时德国所选择的路呢 就是我也要穷兵独武 你有多少舰队 我就要多少舰队 大家都是海洋强权 而那时候英国就有一个 70%的原则 那70%不是用经济的GDP 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没有 计算GDP的方法 那个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 才有过得还发展出来的 一个计算GDP的方法 它计算的是舰艇 就是军舰的数量 达到我70% 我就要打这个国家 因为海上强权可能被它取代 可是那时候美国 其实如果我们现在回溯 它的GDP 其实在19世纪末 它的GDP已经超过了英国 可是英国毫无察觉 所以当时他眼里头的敌人 就是德国 而不是美国 你如果就实力而言 事实上是美国实力强 但他们不记得 他们只知道 德国现在好像跟我竞争 今晚德国跟英国 长年殷亲啊 你嫁给我 我娶你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可是当他碰到了 国家竞争的时候 他心里头就觉得 我非要跟你德国打一仗不可 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在那个 好像我要打你 然后就是 休息底德现金 我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强权 你是崛起的强权 然后你觉得你要争取你的地位 我觉得你争取你的地位 这件事情都是在挑战我的秩序 就彼此之间在这一个 不断的敌意升高的过程当中 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为了一件 当然是一个悲剧 但是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牵动 那么多的强权 然后大家都去打了一仗 如果说今天 同样是领导人 在看这一段历史 我想任何人都会学会 那我就学美国 我好好地把经济 发展到超越你 我不要在武力上面去挑战你 打仗对我不划算 因为德国就输了 就算没输 英国就算赢了 也拱手把强权让给了美国 所以打仗 对自己本身不会有好处 如果今天 中国领导人真的是像 达里欧或者是 鲍尔森所说的 如此的研究历史 那你觉得他们在想什么 我认为他们在想的是 当我中国经济 超越你美国的时候 那么我在世界秩序当中的话语权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我不需要这些再挑战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 北京一直都是鸽派 因为他们有一个更高 更长远的目标 而且他没有定期改选 这是北京 那美国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觉得美国 我们要想的目标就是 现任的总统 想的是两年后的国会改选 两年后国会改选之后 他想的就是下一次的总统选举 然后接着他就会想 两年后的国会改选 然后接着就会想 下一次的总统选举 他每两年想一次 我的选举算输赢 所以他们不断的会有民调 去影响他们的决策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只有选举赢了 我才有权利 我去谈美国的长期利益 美国的忍辱负重 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要想的就是我下一次选举如何赢 这件事情就是 所以川普改变了一切 那么他在2018年开始发动 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他是不是真的想清楚 中美最后的那个竞争大赛 我认为他没有想清楚 这是基辛吉对他的评语当中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他说川普可能是不小心的走向了一个中美竞争开展的一个局面 但是他从此改变了世界 他真的做到了 所以他改变了思考决策的格局 所以拜登 你不要管民主党是如何的牵绊他 那都不重要 因为对拜登而言 选举要赢 他就必须要在 对中国大陆表面上很强硬 但问题是 又来了 你再仔细思考一下 明年底他要进选连任 台湾是明年初选举 如果明年初我们选完了 老共觉得台湾这个时候非打不可了 那你觉得在选举的忙碌的行程当中的拜登他该怎么办 我要出兵吗 如果我出了兵 那美国内部的舆论会支持他跟中国大陆打一仗吗 万一出师 然后因为这个不是打一般的国家 我万一一出兵 我的航空母舰就被打沉了 那我这个选举还要选吗 从拜登的角度来讲 他要做这样的计算 那么可是如果他不出兵呢 哇那全美国都会嘲笑他软弱 所以他的最上上策就是不能够有战争 这是此刻的拜登 请注意这是此刻的拜登 明年底选完之后的拜登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就会重新的思考 但他想明年的选举 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说 那周边的菲律宾 日本 韩国 澳洲 他们在想什么 他就会让我想到 有一本著名研究一次世界大战的书 叫做梦游者 去形容这里面的所有的国家 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在梦中然后更没有办法真正的思考问题 就用梦游的方式然后进入了战争 我对于日本而言 因为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菲律宾也好 澳洲也好 其实里面都有青美或者反中派 他当然也有青中派 但是他们衡量 我如果为了保住我现在的权位 我能够把青美反中派 变成我的敌死的部队 我就稳住政权了 未来会不会卷入战争 不重要 因为我现在 我就有一批红卫兵都是支持我的 反对我的人通通都是中国同路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卷入战争不是他们优先考量 我如何在内部凝聚属于我的选民 才是他的最优先考量 这是我们要从利益的角度去看 每一个人的选择 可是我最后要讲 那谁要催生战争呢 很多人 我觉得大家都关心台湾 我们都会觉得说 两岸如果发生战争 战场就在台湾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应该让台湾发生战争 很理所当然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个疑惑 为什么还会有人 要支持他们 然后最后宁可发生一战呢 这里面呢 我觉得不愿意两岸发生战争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但有一批人 我称之为叫做逃避派 他逃避现实 他就向那个学生所回答的说 我认为他们应该不会打吧 用这样的方式来自我罪苦 你可以说他是温水煮青蛙 不过我在这边 我很好讲一个小小的科学实验 温水煮不了青蛙 各位你知道吗 当温度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青蛙一定跳走 所以青蛙其实很聪明 青蛙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笨 所有的实验都证明了 到了一定温度 他觉得烫的时候 他就跳走了 所以不要用温水煮青蛙来形容 因为青蛙没有那么笨 可是有很多人就是逃避派 就逃避现实 他这个逃避派就很像 去年2月24号 恶物战争爆发之前 CNN去乌克兰的街头 去访问乌克兰的人民 然后问说 你认为会不会发生战争 美国说会发生战争 他们说不会啦 他们威胁那么多年了 不会 我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仔细思考就是 对于很多人而言 如果我不这么想 那我该怎么办 我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我如果不这么想 我要怎么去规划明天呢 如果我不这么想 我要如何准备 我现在的事业充斥 我的生活前景 我要怎么去准备结婚 谈恋爱呢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是逃避派 可是当然也有人是吹哨壮胆 就是美国会来救我们 日本也加入了 我告诉你 中国大陆绝对打不赢他们两个 可是事实上 美国有美国的考量 日本有日本的考量 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吹哨壮胆 不过最后想要提 吹赞这一派 台湾有没有人在吹赞 我要告诉各位有 美国有没有人在吹赞 有 中国大陆的境外人士 有没有人在吹赞 有 美国的吹赞人士 很容易理解 他们觉得挡不住中国崛起 而中国崛起 他们就势必失去了 整个西太平洋 所以挡住中国崛起 最好的方式 就是发生一场代理人战争 像俄乌战争 俄罗斯从此不是对手 那如果台海战争 美国不要介入 那从此之后 其实呢 中国大陆就会被拖累 几十年的时间 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三十年也好 他们会想尽办法 让台湾耗到最后一兵一卒 可以消耗中国的崛起 这件事情 其实我早在2016 17年 我就看到很多的 类似的报告 我当时其实呢 有一次在跟中央电视台 央视连线的时候 我有提类似的概念 我当时有提到说 这当然是在美国 非常非主流的意见 可是有人希望这么做 可是各位知道 现在这样的声音 越来越大 而这些声音 他们在共和党里有 在民主党里头也有 那我接下来其实就要讲 那台湾 以及有一些中国的流亡 流亡的这些人士 他们又为什么想要催赞呢 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我在跟 连赞连先生聊天 那时候在他办公室 然后就看到了一幅 他们全家人的画像 那当时呢 那其实是画家的想象 画了他们一家三代 那里面就包括了连恒先生 还包括了他的爸爸 连正东先生 以及连赞先生 那因为我很熟悉连赞的命名 他为什么叫做战 战争的战 那是因为呢 连恒先生呢 他在民国24年 1935年的时候 写了一封信 就知道说 知道说他的这个 25年 民国25年 那知道说他的媳妇 那时候在北平 他在上海 他知道说他媳妇怀孕了 很高兴 他的这个孙子或孙女 要出生了 他写封信 他说 终日必有一战 终日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战争 如生难 明战 所以他自永平 是他妈妈觉得说 这战好像战力性 力气太重 所以就好永民 这样 所以是他 爷爷帮他取的战 然后这个信 之后没多久 他爷爷就过世了 隔年 终日抗战爆八 民国26年 1937年 那因为有这段历史 我就看到他 爷爷的画像的时候 我就说 爷爷真的是寓言家 就一个历史学家 果然训练非常的精准 然后呢 这个 所以还会预言到 终日之间必有一战 当时当然 终日之间的那个 民间的情绪都很高 结果那时候连先生 他当时 大概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你看他的头脑非常的清楚 他很快的就回应我说 他不是预言 他不是预言 那是他的期待 那不是连恒先生的预言 他说那是连恒先生的期待 我吓了一跳 什么意思 我后来回头仔细想了 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了解 那个时候 其实在台湾 有很多心向祖国的 台湾同胞 他们希望能够摆脱 日本的统治 要摆脱日本统治 你靠内部的抗争已经是不可能 因为几十年的抗争 都没有办法 真正的把日本人给打走 所以他们期待 只有终日一场战争 因为终日的战争 失去了台湾 希望用终日的战争 收回台湾 所以我去翻阅过历史 那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 台湾的这些前辈们 他们都跑到了南京 然后跑到了 后来在抗战期间 还跑到了重庆 然后希望战争已经爆发了 一定要坚持把我们收回去 我就想 从连恒先生的心里头觉得 他好想要台湾回到中国 中国怀抱 那除了这一战 他要怎么把台湾收回来呢 所以 连恒先生是了解他祖父 才说了这一句话 可是我就开始去想 那现在想要战争的人 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在台湾 有没有人觉得 他其实自己是日本人 只有中美日一战 他才能够回到日本 有 有没有在美国的一些中国人觉得 他想要回到中国 主导中国 但是现在 如果中国大陆继续这样和平发展 他永远没机会 那只有中美一战 他才有机会回到中国 成为中国的主导政局者 有没有人这样想呢 我也要告诉各位 所以在台湾 其实有一批人 是非常努力的 要告诉大家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台湾人 是另外一个种族的人 所以我这件最后提一点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去 努力的去宣扬它 现在在台独的支持者当中 他们有一套理论 台湾人不是汉人 台湾人都有平普族的血统 他们的理论的根基 就是那一句 唐三过台湾 有唐三公 没有唐三骂 大家都听过这句话 对不对 你们都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对不对 我要告诉各位 这句话是假的 从头到尾就是错的 我也很意外 这是当然 以后蔡振元 你们可以请她来好好讲一段 这一段历史 她去爬梳的这一段历史 有唐三公没有唐三骂 这一句话 出自于日本统治时期的 一位小科员 她对历史很有兴趣 然后呢 她就到处访查 然后她得出了这个结论 可是这个结论 背后说是因为清朝有 渡台三原则 三禁令 蔡振元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她先从统计数字里头看 这件事情不可能 因为她从台湾的人口数 的成长来看 只靠贫朴族的女人 生不出这么多台湾人 这是第一个 她觉得奇怪 学经济的人嘛 统计数字特别在乎 她就去查 当时的渡台历史 各位你知道 那时候历史是做得很完整的 中国历史一向做得很细腻 所有渡台 都有旅客名单 男女性别 都记录得非常的清楚 渡台 很多都是女性 四分之一以上 可是因为男性 她是来来回回 很多人是来这边打工 就回去 打工就回去 可是女性只要来 就是定居的 她说你从旅客名单来看 那很多堂商骂来台湾 她就想说 那旅客名单 一直都有女性 然后就统计学 人口统计学来讲 贫朴族的女人 生不出这么多的台湾人后代 于是她就去查 两岸故宫的文史记录 查不到渡海三经令 这件事情 证明那是 那个日本官员的捏造 那个日本官员 其实没有受过 任何历史的训练 史学的训练 好 这件事情不止如此 其实我前一阵子 还特别的 看到了一份研究 很多人认为 自己有原住民的基因 贫朴族的基因 于是就去做了DNA 基因比对 90%通通都没有 没有贫朴族的 这个基因 所以台湾人是 道道大部分 应该说大部分 是道道地地的汉人 可是他们要抹杀 这一段历史 它为什么严重 我有一次去苗栗丸 然后去坐那个铁路 台铁的那个火车 就是旧火车 旧铁道 然后去参观 然后台铁的导引人员 在导引的时候 就开始讲很多很多的 这些的地理 历史什么的 他就问大家问题 结果我每一题都回答对了 他就说 你是不是老师 他不认识我 他说 你是不是老师 你好厉害 你每一题都答对了 就说 这边是中央山脉 那边是什么 然后这边是什么样的 大雪山山脉 如何如何 结果他就讲到了一段 他说 你知不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身上流的血液 都已经不是纯汉人 我们都有原住民的血统 我立刻就跟他说 你这是错的 我不想跟他辩论 他说 真的是错的吗 可是之前有一个大学教授 这样告诉我 我不怪他 我怪有心人 我们都是台湾同乡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祖先来自哪里 所以有很多人 想要去催生这一场战争 他们有没有影响力 他们有影响力 但我很希望 大家回到桥居地 能够让你们更有影响力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不要这一场战争 亚洲人的事迹 其实才刚刚开始 亚洲人不应该让一场战争 去摧毁他繁荣的实际开端 好 这就是我的初步简报 换香榮了 谢谢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未经许是否 你会做到最后一期的 我会做到最后一期的 我会做到最后一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